你记得计算呢 你只要记得我们做法跟这个面积的很像 也是有一段的区域 OK 然后呢 你就要从哪里积分到哪里 但是呢 你这一回你不是积分那个fx而已 你把这个fx你要取平方 然后呢 你要前面再乘一个乘一个π 因为它是要绕成一个圆圈的 你会看到它是把整个的 这个fx呢 就是这里的高度 之前是高度乘以dx 就会等于这里的面积 所以为什么呢 他们可以积分出面积来 在这一边呢 它是这个y值 这个fx呢 是它的半径 我要造成这个面积的话 我再把面积的记上去 所以它整个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要用fx哪平方 从哪里积分到哪里 然后前面补一个π 如果你绕y轴的话 一样的我拿gy gy拿平方再整成π 再从c积分到底 就看你去哪里 OK 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你就会讲 老师如果它是在 它是负值可以吗 所以你一看到 因为它都会取平方的 我是拿它作为一个半径 所以即使它是负值呢 其实都可以做的 即使是负呢 也好 因为我会取平方 就会得到正 所以即使是负呢 也是可以一样的做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立体一了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一 Y等于X平方减4X 即X轴所围成的区域 绕YX轴 绕一圈 它只要绕X轴的话呢 你就要用DX 绕Y轴就要用DY 这个就 这个呢 就变成了比较固定了 你们不能自由选择了 OK 所以如果你绕X轴 这样你就一定要用DX的 首先它先要看一下 这个区域是怎样 OK 所以它把它Y等于0 它就发现到X等于0 还有X等于4 画出来呢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也就是说我要从0积分到4 OK 0积分到4 0积分到4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程式放进来 要取平方前面补拍 这个就是它的方程式了 接下去要怎样解呢 它就要它做展开 这题它做展开 因为完全平方公式没有很难 前平方减两个前帧后 再加后平方 那这个呢 只是变成三项 而这一种多项式呢 也蛮容易计分的 就X四次方变X五次方除以5 X三次方变成X四次方除以4 8除以4刚好是2 X平方变X三次方除以3 16造写 然后整个挂起来放4和0 4放进去 4的5次方是1024 4的5次方是1024 4的4次方是256 再乘以前面这个2呢 等于512 4的3次方再除以 乘以16 刚好又会是1024 再除以3 放0的全部都会是0 我一般上来讲我是不写 这边它还很好 告诉你 减0再加0 减挂弧 这个放进去是0 这个放进去也是0 减0这里又是放进去也是0 加0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是调调这个动作啦 不过你一定要心算 你心里一定要记得 我有放进去的 只是我确定它是0 为什么呢 很多学生就看到0就不带了 三角函数那里它就中招了 OK 所以这里再按计算机的就可以得出来了 这个拍我们通常不按计算机的 就是我们放着那个拍在后面那里就可以了 放在分子最最后面 所以我按计算机还是按前面的后面的这些 放后面的这些 它就会给你512 over 16 512 512除以15 OK 再看一下这个球体 这个就是我们要证明 球体的公式 我们知道球体的公式是三分之四πR立方 而怎样来呢 它其实 以这个 O 以这个圆点为圆星 画出来的圆会是X平方加Y平方 等于R平方 OK 所以它绕一圈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π 从负π 计分到 负R计分到R 然后绕X轴绕一圈 其实绕Y轴也可以啦 不过 这个其实都可以 我就要用Y平方 Y平方 刚好Y平方就是R平方减X平方 所以这边我就没有再放平方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Y平方了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公式哈 其实它是要Y平方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公式刚好给的 就是Y平方了的话 那你就不用再自己再放平方 这个它给的是Y而已 所以你自己要再补多平方 自己展开 OK 就是很像这个情况 你只是拉过去 它是Y平方 等于R平方减X平方 所以你整个呢 就没有再写平方 这个也要注意了 OK 所以计分的话 它这边它做了一个偷懒的动作 因为它知道它是对称的 这边跟这边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它就觉得说我应该不用做完全部 我不需要做负R到R 我做0到R再乘以2就行了 所以你看它这边呢 做了一个小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来修改 让它比较容易做 然后积分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常数来的 常数就补X 这X平方呢 就变成X立方除以3 然后呢 再把这个区域R跟0放进去 R放进来就R的立方 R的立方除以3 X放0放进去就0减0 OK 后面不用写 这个是1减3分之1 对吧 1减3分之1 就会得到3分之2R立方 3分之2乘以这个2呢 就会变成3分之4PiR立方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我球体的公式是这一个 在除以的时候我们就讲了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证明给你看 然后也没有告诉你这样做 我们大致上呢 就跟学生讲 如果你做出一个球体的一个 一个容器的话 装满水再倒回出来 这个长方形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公式 不过整个的真正的推算呢 是用这个微积分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整个呢 其实在除以的阶段 我们没有解释给大家知道 是怎样算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微积分里面 才能够真正的证明出来 OK再看看 所以当然我们学了微积分之后 我们不局限于这一种 非常规则的 几何图形 然后我们可以有 弧度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抛物线绕成的 绕成的这个体积啦 等等的 七星怪状的都行了 所以这边又再给另外一个 Y等于X平方减4 然后呢 Y等于0到Y等于12 所为成的区域 再绕Y走一圈 所以这个公式呢 你可以看到Y等于X平方 是一个这样子的弧形 减4就代表它往下面移4格 所以这一个呢 是减4来的 当然你看的这个是 这一端跟这一端呢 应该是加2减2啦 这个是加2 这个是加2 这个是减2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图形啦 绕Y走我们一定要用 比Y就要用X平方了 啊 所以这里要X平方 所以这么巧 我这里移移的话呢 这个拉过去呢 是Y加4 所以为什么他这一边 只是放Y加4而已 因为 如果我DY就要用X平方 我DX就要用Y平方 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X平方就是Y加4 积分得到Y平方除以2 然后他是要0到12的啦 因为他只是要这个阶段而已 0到12的积分 OK 所以Y平方除以2 再加上4Y 12放进来 144除以2等于72 4乘12等于18 0放去都是0 OK 计算出来得到120 补一个π 记得补这个π啊 然后还有的 还有的就是记得要有平方 这个是算体积的时候呢 很多学生会 呃 会忘记的 啊 我不懂要怎样形容 就很多学生就会 呃 没有去 放到平方 没有放到π啊 这些都是常常见到 因为可能太过习惯于做那个面积 啊 面积跟体积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公式 啊 完全不一样的公式 所以要记清楚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LONX立方 其实把这个3放前来 你就会得到乘3 所以LONY其实是这样子的图形 乘3它就变高三倍而已 OK 所以它的那个形状呢 还是差不多的 再来Y等于-3到Y等于9 然后再绕Y轴绕的话 请问它的体积会是多少 OK 所以这一边很明显的 这样子画了之后 你看得出来 我只要记分-3到9 然后呢 因为它要 X平方 所以它要这个 呃 要挪一下呢 这一边 呃 就会变成1的Y字方 等于X立方 我要X平方的话 我就要除以3 再乘以2 所以换句话呢 它就是 1的 2Y除以3字方 怎么办呢 当然这边它没有做换员 它只是 呃 乘一个3除以一个2 啊 然后呢 再放回9跟-3 OK so 9放进去 他是讲的 9放进去 他把2分之3也拉前去 9放进去的话呢 9跟3越减得到3 3 2得到6 -3放进去的话呢 3 3越减得到负2 所以是1的6字方 减1的负2字方 OK 2分之3呢 他也拉前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啊 就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立题5 立题5呢 它比较 有些学生就会 啊 怎样讲呢 被那个面积影响 很多学生就讲 哦 这个情况我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算 但是需要吗 不用 在算面积的时候 你要算面积需要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负值的面积 但是在绕体积的时候 这个的值只是半径而已 半径取了平方 管他在负还是在正 他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题只需要从0 直接计分到3 啊 然后呢 把这个y 是x平方减4 直接取平方就可以了 取完全平方 得到x四次方 前平方 减两个前真后 得到8x平方 再加后平方是等于16 哦 再进行计分的 就会得到x五次方除以5 x三次方除以3 然后这里补一个x 3带进去 啊 就会得到这个值 0带进去 都会得到0 然后呢 这个再按下计算机 你就会得到 它的这个面积了 这个的绕出来呢 就是这个形状 OK 所以这个只是要告诉你 当你是算体积的时候 啊 那一个负值 也好 也好 不用去理它 不用分段 因为它在体积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Y呢 只是一个搬进来的 取平方的时候呢 大家都一样 负值也是一样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 OK 但是 OK 大概是这样啊 OK 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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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堂练习器 OK 随堂练习器 可以看到吗 我们 你记得那个圆锥 记得圆锥的时候呢 我们是 我们讲说 直圆锥是 公式是什么 我们的直圆锥的公式 V是等于三分之一 πR平方乘以高 对吧 还记得吗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公式 它要你证明 这样子 讲证明 我又忘记了 OK 所以我用一个直线方程 OK 这样这个呢 就会是它的高了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点 是 也就是说 我从零积分到 那刚好 它的这个高呢 就会是 它的R 啊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绕出来呢 就会是一个 啊 这样子的一个 直圆形 啊 直直圆 这样 问题是 这一条直线 斜率是多少 斜率是不是R除以H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 Y等于R除以HX OK 好 所以也也就是说 如果要找这个形状的职员 注意的话 我要积分从零积分到H 我要做RX over H的平方 DX 对不对 有没有漏洞啊 应该没有漏洞了吧 好 这个的斜率的确是R除以H 然后这里是R这里H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取平方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了R平方 X平方 H平方 来积分零到H DX 然后呢 我们再来 积分的话呢 就是R的三次方 除以3啊 H平方放进来 R平方放进来 我们又要放H跟零 当放H进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R平方 H 立方除以3H平方 在放零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不对 放放零的话 就是减零 最后面是减零 所以这边我进行越减的话 哎呦我忘记了 我漏了拍 我漏了拍 所以每次我会忘记拍 因为它真的是太 整个东西其实没有拍 是不会赢 就是整个积分来讲 你会把它漏掉 因为它真的是不太需要理 它到最后再补一个H 拍进来就对了 啊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再整理一下呢 就是三分之一了 有Pi了 有R平方了 有H 搞定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 啊 现在你问我 为什么圆锥会有这个三分之一 因为这样子来的 因为它在哪 直线取平方在积分的时候 啊 就会有这个三分之一的出现 哈 所以这个三分之一 我们通过的这个 通过这个积分的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证明出来 为什么要乘三分之一了 哈 这样子 OK 好了 就这样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锥 圆 橢圆形 哦 这个橢圆形 当然我们不在这个 高 文科 文 我们叫什么 非理科班的 数学里面 啊 不过这个只是随堂练习 给你玩完下了 啊 但是在理科班来讲 他们是有 啊 他们是有学啊 圆锥曲线的 啊 圆 形状啊 所以如果我让 X轴 算出来 体积 还有 绕 Y轴 算出来 体积 会分别会是多少 再来最后呢 他就问你如果 VX 等于 VY 的三倍的话 等等啊 绕Y轴 跟绕X轴 绕X轴 像是一个鸡蛋 绕Y轴像是一个饼 怎么我感觉上绕Y轴会比较 体积会比较大 不管他了 如果他告诉我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请问A和B的这个比例 是怎样算出来的 OK 你让我想一下 为什么绕X轴 的体积会比绕Y轴来的大 我不能理解我 怎么可以的 会 不知道 感觉上好像这个绕X轴会是一个圆圆尖尖的一个鸡蛋 绕Y轴的话就会扁扁平的一个饼 感觉这个饼好像比较大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感觉可能是错了 我们来用数学来算一下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X平方除以A平方 加上Y平方除以B平方 OK 然后等于1 这个是我们的椭圆的方程式 如果我要绕X轴的话 我就要用DX 我们就要Y平方积分 然后是π的 积分哪里到哪里呢 我们就要从-A 积分到A OK 所以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堆称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偷懒的动作 我们做0到A 然后再乘以2 对不对 所以我做一半 然后乘2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Y平方 我要整理成X哦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拉过去 B平方乘过来 OK 想象一下 Y平方 最大等于 B平方 减去 B平方 X平方 除以A平方 对吗 B平方 减B平方 X平方 除以A平方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B平方 拉到最前面去啦 OK 就是说我们 哦 就是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也不要这样子 哎呀 卡 有点卡 我可以把它先变成一减X平方 除以A平方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B平方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就写B平方 写在前面 因为反正它只是一个 呃 常数来的 啊 常数来的 一减X平方 除以A平方 so 我们计分一下 2B平方 这个会有X 这个变成X立方 除以3A平方 然后呢 带A和0 OK 我们带A进去 A-A 立方除以3A平方 越前 卡了有点 哎呀 Uう来 啊 给死我了 又买新电脑 这个这一回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它原本是A平方R这样子 然后带0进去刚好都是0 所以我越减好像是剩下三分之一A 这个是1 这个是三分之一 1减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变成三分之二乘二 等到4B平方 呃乘A对吧 A B平方 OK算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我们赛摆赛 赛摆赛 因为这个绕 这是绕X轴的 我们就叫它VX 我们在绕Y轴的话 我们叫它VY 整个东西应该会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回是负B到B 然后我们要用X平方 然后DY 然后呢也是一样 我们做偷懒变成二拍 然后积分从0到B 然后X平方的话 我们如果要移去X平方 我们怎样呢 我们就变成X平方 A平方乘过去对面 1减Y平方除以B平方 所以这里有一个A平方 这里有1减Y平方除以B平方 然后DY 过后我们再积分的话 就二拍 好像都是一样类似的东西吧 Y立方除以 除以3B平方 带B和0进来 二拍A平方 这是B 这B立方 除以3B平方 0的话呢都是0 越减的话呢 就会得到1减3分之1了 也是一样 也是3分之10 但是这一回是A平方成B 嗯 我觉得如果A是大过B的话 如果A大过B的话 刚才我讲了 好像绕X轴应该是比较大的情况 对不对 我的感觉啦 但是他又硬要讲VX比较大 所以变成了这个未必是他的图 可能是这个比较瘦 这个会比较肥 所以他有少许的糊弄我的感觉 不过你不用理他 反正就是 他也没有讲A一定大过B 因为他在整个叙述里面是没有讲到的 OK 所以我们算到了这两个 在应用他给我们的VX 应应的使用 我的意思是 应应的使用 给我的VX等于3VY OK 我们带进去啊 VX这个东西 4分之3 PiAB平方 等于3乘上4分 3分之4 PiA平方B 其实可以约到完所有的东西 包括了一个A 包括了一个A 还有一个B 也就是说 我们的A除以B 这3拉下去 就是1除以3 换句话 我的电脑是做梦了 换句话呢 这里给你A比B是多少 我算出来A比B应该是1比3 换句话B是他的三倍的长度 对吗 这个A在这里B拉过来 3拉过去 3分之1 A比B等于1比3 A是1比3 就是说B是他的三倍 就这个图都不对 给他给我的图 害我在那里想了半天 然后为什么我的这个饼干 会比这个鸡蛋来的小雷 这个是A3 有人跟我讲话吗 OK先离开可以 OK 哦学会 等下再把那个 miss掉的部分 再看回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来对价答案 第七题 第一题呢 是三分之一 PiR平方H PiR平方H 有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方程式的推导出来的 OK 然后第二题的话 第二题的话 这个是四十三分 YES 我们下了就是 做了那个面积还有体积 不过 不过我们将在换算的 不要讲话 就换算我是真的 不备了 换算的 就是做几分吧 啊是啊 都是做几分吧 一样的 是做定积分啊 所以我们一为什么我们一直前面一直要教你怎样做积分 做了进积分之后再教你做定积分的时候只是多那个区域吗 哪一个位置积分到哪一个位置啊 然后呢过后 对了 过后再教你面面积 然后就配合画图了之后你再做那个面积 所以后面 我为什么我讲后面半段你们已经练习足够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东西来的 所以他每一次呢就有点像说 我要教你面积之前 他一定要先教你那一些积分啊 那些东西啊 所以他的他是整个是有有有有安排好了的 安排好了先教你什么东西 OK 收 哎我们的在哪里 大概就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啊我的啊 随堂练习器 这个图是有点问题的 啊啊 因为他给的这个图呢 A是 A是小于 B的 因为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图是有点怪怪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过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整个的交的方式呢 跟面积一样的 面积他分成两个part来交 第1个part 第1个part是 一个面 呃一个函数 然后积分的 另外一个part就是两个函数 对吧 两个函数 然后挂在一起 所以 体系也是一样 先教你旋转的 绕了一次 过后 他就会做出一个像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就是两个函数 也就是说他是 外面的绕了一圈之后 再剪掉去中间那个又绕一圈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体积的几个减法 你就会看到他的是 π 呃这个的体积减去π这个的平方的 体积 然后呢 因为π是一样的 区域 那个那个 我们讲什么 范围 也是一样 A到B 所以呢 他总的到最后呢 我们是看 呃上面的函数的平方 减去下面函数的平方 OK 所以这个就是做环的时候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如何诠释 f 2 x 小于f2 f1 x的情况 这个时候是不是成立 一样的情况来的啦 他其实 只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他是 负值那一边是不是也一样做 是的 成立 成立 因为取平方的之后呢 他其实也是没有正负之分 取平方 后 无 正负 之分 OK 所以我们 如果 你是 这个是 他的他 因为取平方 他这个fx呢 就变成了他的半径 所以如果他是比较大的半径 减比较小的半径就对了 OK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常用这个体积的公式呢 很多学生会这样子写 这个写法对吗 这个写法不对 他不是取完全平方 而是前平方 而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看到吗 前平方减后平方 啊 这个是不正确的 啊 是 平方 差 不是 差 的 平方 OK 是平方的差 而不是差 平方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啦 写法上很多学生会这样子写是错的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他是 靠着Y的啦 靠着Y轴的部分 OK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不同的情况啦 所以这个是立体6 立体6 Y的 X平方 是 这样子一个图形 然后他再给你Y X等于3 还有X等于1 不是 Y等于1 所以你画出来他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真正来讲他给他所给的这些条件啊 会画出来是这一个三角形 所以如果他是这个情况他要把他 绕X轴绕一圈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他好像shifting往上 所以这一边会有一个圆柱体的 呃 悬空的部分 OK 所以呢 这个呢 他也没有给你X等于1 所以这个X等于1 怎样找呢 你就要用这个Y等于1 跟X Y等于X平方 做联力 得到的 所以他 当然做联力会得到正负1啦 这个负1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啦 负1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一边呢 是取正义的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OK 所以我们要做 1到3 然后取上面的 X平方 的平方 减去这个下面的是等于1 的平方 所以X平方的平方 等于X的四方 减1 四字方积分就会得到5字方除以5 然后1就会得到X 再放3跟1进来 3的5字方是 243 除以5 再减去3 再放1 1 除以5 减去1 OK 按计算计 就可以得到 有没有问题 这后面的部分其实没有很难啊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呢 呃 就是 上面所 一直的练习的那个积分 所以这一边只是差别在于 画图 对吧 你要把这个文字 画成图 判断他是在哪一个部分 积分到哪一个部分 只要你一成功写 第一个 没有错的话 你接下去呢 就比较安全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没有给图啊 下面给图 我 既然下面给图 你自己要 啊 练习一下 Y Y等于X 立方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啊 这个是 啊 这样像蛇 这样子 我还是经过原点了 啊 他后面话 他在下面话 啊 他在下面话 你不画的话 你很难解释出 为什么 你 怎样找 嗯 哈 所以这个是 X 立方 Y等于X 立方 X 跟号的话 是从这一点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 围成的 这个呢 如果你 绕 X 走 OK 就是这个在上 这个在下 那 这是根号X 这个在上 这个在下 如果是绕X走 如果绕Y走的话呢 这个在右 这个在左 啊 就是右边的平方 减左边的平方 如果是 绕X走 就是上面的平方 减下面的平方 OK 所以他这个焦点在哪里呢 他就 他就做这个连力 就这个等于这个 然后 刚好 呃 这个是讲解啊 两边加平方 约掉一个X X等于0会是一个结 X等于1呢 又会是另外一个结 好 所以当然就是这个点子1啦 这个点子0啦 然后就会有两个焦点 OK 旋转X的话你就要用Y平方 上面的平方减下面的平方 上面是根号X平方 下面是根号X X立方的平方 所以这一边会得到X 这一边会得到Y平方啦 积分就会得到X平方除以2 X7 X7 7 然后1跟0放进来 1放进去 1分之1 减7分之1 0放进去都是0 计算出来就会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绕X轴的情况 绕Y轴的情况呢 我们就要用右边的减左边的 但是你用右边的话 他的范围还是0到1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里是0 这里是1 这里是0 这里也是1 这里也是1 因为是00跟11 这是00 这是11 所以也是0到1 但是我就要用Y平方减Y平方 不是 我要用X平方减X平方 所以这个的 我们要用右边的话 这个的话呢 就会知道X等于Y平方 这个是上面的这个 所以是 左边 这个才是我们的 右边 所以开6 开三次方根 在哪平方 所以是三分之一 在哪平方 这个的话呢 X等于Y平方 在哪平方 OK 所以是右边的减左边的 右边的减左边 OK 所以这一边 积分就会得到 三分之 加一 指数加一 三分之五 除以5 乘以3 4加1 等于5 再除以5 再把这个范围放进来 1跟0 1放进去 是5分之3 5分之1 0放进去 都是0 5分之3 减5分之1 等于5分之2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 所以你画啊 它的两个绕法呢 找出来的这个体积呢 会不一样的 会不一样的 你看这里 是有讲到 一般上来讲呢 绕X轴 跟绕Y轴 所得到的这个 体积呢 会是不相同的 一般上 为什么用一般上 因为他这一边是用X地方 如果我用X平方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这两个弧呢 是 是 是以这个 这个斜线对称 如果是对称啊 斜线对称的情况来讲呢 他找到的就会一样 所以一般上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函数是 不对称的情况呢 都会找到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给你看 绕X轴绕Y轴 不一样的情况 OK 再看看 我们的曲线呢 Y平方等于4 Y平 Y平方等于4是 打横的一个C 然后呢 这个直线来讲呢 因为他cut -12 蛮下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当然我们只要怎样判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我们还是会要去计算他到底他的焦点会在哪里 啊 就基本上我们计算焦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计算的焦点的方式呢 他这里有写了 啊 计算焦点的方式 但是因为他要找 他要绕Y轴啊 绕Y轴就要用DY 然后就要用 右边的 X平方 还有左边的Y平方 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子 我 你看啊 右边的是Y平方等于4X 撕拉过去除 啊 有有有 有时候我就直接的把他在这一个步骤呢 就把他平方掉了 啊 可以的 然后你直接平方掉他 然后呢 这一边的部分 当然这个步骤平方掉可能会比较 麻烦一点 不过你在前面平方掉 你套进去的时候就会方便一点了 224 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24X 再加后平方144 对吧 所以先这样子放着 先这样子放着等下我们套进去就方便 过后他要找焦点呢 你可以用代入法 我看一下他是用什么法 他是用这两个相等 他是用这两个相等 因为他要找Y 他不是要找X 如果我是直接这个丢进去的话 我是先找到X 过后我还要套进去再找Y 不方便 所以他是用整理成这个情况了之后 直接相等 然后 这个2可以跃掉 2乘上去对面 再拉回过来减 就是Y平方减 2Y减 24等于0 64 24 减 这个中间是减 就是大的 那个要减 所以是减 6加4 也就是 -4跟6 换句话呢 这个拉过来呢 会是-4 这个拉过去呢 会是6 这个他在图里面没有写了 不过 不过你可以看到他做积分的时候呢 就用-4 积分到6 再用右边的方程 直线方程 这个 曲平方 减去这个曲平方 我一般来讲我就会在前面就是先平方他 那我套的时候我就套后面的这个 就是有点取巧然后把他 呃 就是提早的帮他再 做那个平方的动作 当然他24除以4的就得到6 144除以4呢就得到36 OK 所以这个呢就套这个了 啊 等等了 然后 哦这个是 四次方这个是二次方 所以没有办法加了 所以就直接的积分了 积分的时候Y平方变Y三次方 除以3 432 这是变成Y平方 除以2就是6 除以2等到3 这个补一个Y给他就好了 这个Y四次方变5次方 再除以5 56530 515 678 80 OK 然后再套6 跟套4进去 你会看到这一个步骤来讲呢 他的那个 数目可能会很大 啊 就是刚刚还 6的三次方 可能还要按计算机 啊 套套套套套套 套进去 最后这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套进去 数目有点大 你就 按计算机 按给他 不过呢 就最好 最好就分步骤 很像说这个步骤 按了一下 啊 这样子你 至少可以显示出来你的那个 计算 OK 以后要找回那个问题 如果做错了 要找问题也比较容易一点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啊 今天应该就是上到这一边了 不过这个2.4未必可以做完 OK 说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水塘力气吧的部分 好吧 看一下 看一下 还是我是否太高 底力掉 这也不是不容赦 我 你了 OK 太heavy又小 每一天上网课 录到一大堆影片 电脑可能要清理一下 这个东西这么辛苦了 不会动了 我们先看看题目 以至一条直线Y加X等于2,Y加X等于A,Y平方加X平方等于A平方,分成两个区域。 嗯,OK,球面积比较小的区域,绕X走。 嗯,OK,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如果对这个图形是有熟练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个直线呢,你把A除下来啊,就变成X除以A加Y除以A。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结局式,也就是说它的X结局跟Y结局都是A的一个直线来的。 OK,然后呢,X平方加Y平方等于A平方是什么?是以A作为半径,这个圆点作为圆形,画出来的一个圆。 就会画出一个这样子的圆。这里就会是-A,它会有分成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区域比较大的,对吗?这样子看出来很明显吧? 分成两个区域比较小的,我要小的那个区域,绕X走绕一圈。 这个,绕X走绕一圈,所得出来的,的那个形状。这样子可以啊。 哈,所以也就说,自己要讲座。呃,呃,等等啊,这是为了画图形。这个,我绕X走的话,我就要Y平方。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就是Y平方等于A平方减X平方。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Y等于A减X,对不对?然后我再取平方,就会得到Y平方等于A平方。呃,减2AX加X平方。OK? 所以,所以呢,这一个的体积呢,我们是用Pi,我们要计分从0到A,0到A这一段,就绕出来的。 然后我们因为绕X轴,所以我要用DX,也不过我先不要写,因为我不知道要写多长。 OK,so,再来的就是因为这个是直线,直线是在下面的函数。这个是圆形的,圆形的,对吗?这个圆形的,这个是上面的函数。 所以我们用上面的函数,就是A平方减X平方,减去下面的函数,也就是A平方加2AX减X平方。这个A平方可以去掉。 我们剩下,我们剩下2AX减2X平方。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2抽出来。 好,是吗?是吗?就是AX减X平方。 TX。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是做那个几分而已。 好,2Pi乘AX平方除以2,减X立方除以3。 然后呢,放这个A和0。 然后0是不用放的。 A放进去的话,2PiA平方再乘以A,就是A立方除以2。 A放进来,A立方除以3。 0放进去,0,0放进去也是0。 1分之1减1分之1呢,是等于1分之1来的。 好,所以如果你快速的话呢,就是1分之1A立方。 6跟这个2可以越减剩3。 所以是3PiA立方。 到底。 当然你可以讲说三分之一,三分之。 PiR平方。 6分之1吗? 是6分之1吗? 3分之1。 PiA平方乘A。 如果有时候我是这样子来看,我做了之后,我还要从, 我可以从初中的那个几何的一个概念去找出来。 这个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球形嘛。 球形就是3分之4PiR平方。 PiR立方。 但是这个是半圆,所以是3分之2PiR。 PiR立方。 然后呢,减去这个追形,追形是3分之1PiA平方乘以高。 它的高刚好又是A。 啊,所以也就是3分之2减3分之1就会。 就会得到3分之1PiA立方。 所以是合理吗? 合理啦。 对不对? 合理。 OK,所以这题呢,就是这样子来做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是我们呢,学了维基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啊,就可以证明到我们之前的那种初中几何的东西啊,就证明出来了。 OK,我们今天从这个上个礼拜讲到第一题。 第二题这一边啊,有点啊,不是很顺利,好像弄错错了好几次。 OK,我们重讲第二题。 啊,已知的区域是Y平方等于8减X。 Y平方的话,Y平方8减X应该是打横的。 然后因为它是8,然后是减,大概的是应该是经过8。 X等于0的时候,Y等于8。 OK,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这个是叫什么? 炮物线,炮物线。 过后另外一个呢,它也是Y平方,但是它的X前面的技术是正的。 然后它会,它有一个减4。 减4代表了X,如果Y等于0的话,X等于4。 也是说它是在这个位置啊,开过去。 啊,这样子的意思。 嗯,嗯,这应该是Y等于0。 X可以等于0吗? X等于0就没有解。 啊,这。 OK,所以这里这个呢,是Y平方等于X减4。 那另外一条呢,这一条是Y平方等于8减X。 也就是说它会有这一个区域。 啊,这个区域。 所以如果它,它要问的两个问题是,如果它绕着X轴。 绕啊,会有怎样的一个体积。 然后绕Y轴又会有怎样的体积。 所以我们先看绕X轴的哈。 绕X轴呢,这两个点呢,我们先必须要先算一下到底是多少。 不过如无意外啊,应该就是在6的这个位置啊。 啊,不过我们可以先,啊,我们可以,啊,做等式啊。 因为这两个都是Y平方。 也就是X减4等于8减X。 所以我们让X拉过去就会得到2X。 啊,这个加8加4就会等于12。 所以X就会等于6。 所以没有意外啦。 所以应该是它的中间的6。 然后上下两个呢,你可以讲说,啊,我随便带这边啦。 6减。 6减4是等于2。 所以2开根号呢,就会有正负根号2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正负根号2这样子。 OK,得到了这样的图形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哦,我要。 哦,如果我要绕X轴转的话,我就要用Y是吗? DX。 啊,这个就是Y平方。 啊,这样子。 好,πY平方。 啊,但是这边应该要分两段啊。 就是4到6呢,我会要需要用。 呃,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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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Y平方等于4减X的这个函数。 啊,另外的6到8呢,我就要用这一个函数。 OK,所以他应该是6到8,就要用另外一个函数。 啊,Y也是Y平方了。 啊,我们先这样子写。 啊,过后我们再换。 啊,再换。 你可以把这个π先拉前去,因为两边都有π。 啊,然后因为Y平方已经有,呃,已经4Y平方了嘛。 对不对,4到6,呃,用X减4。 前面用X减4,DX。 后面的话呢,就要用6,6到8的话呢,就用8减X。 DX。 OK。 OK,大概是这样子了,啊,我可以大一点。 好,不过位。 OK,DX。 OK,所以这个是让X走的,我叫他VX,啊,我叫他VX。 OK,过后呢,其余的东西呢,应该都是很简单的。 X的平方除以2减4X,啊,这个是,呃,计分了过后,然后放6跟4。 A,这个放,拱挂号。 然后再来的是8X,减去X平方除以2,再放这个8和6。 OK。 所以我们,呃,再把6套进去,6636,36除以2是等于18。 6,424,减去4,416,16除以2呢,就会等于8。 减减变加4,416,OK。 然后后面的这个呢,8864。 8864除以2是等于32。 然后再减去6,848。 减减变加6636,36除以2等于18。 。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 呃,不过心酸有点,麻烦,我们按计算机了,可以按计算机。 呃,其实是不难的,不难算的,只是,啊,懒惰想了,啊,我们按计算机。 OK。 OK。 出来的没。 OK。 说18减24,减去8加16,加上64,呃,减32,减去48加18。 你怎么感觉那个数好像很小。 哦,等于4而已。 等于4而已。 所以这个是4拍。 好,这个是4拍。 那我们要看一下,啊,绕Y轴又怎样呢? 如果绕Y轴,我叫它Dy,绕Dy,绕Y轴的话,它做法比较不一样。 啊,它是用这个Dx,Dx,用Dy,然后是X平方,减,呃,右边的X平方,减去左边的X平方。 啊,我是这样子写,啊,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呃,直接的是从负根号2到根号2。 啊,因为,对吗?啊,所以意思是说它是看回图哈,它是从负根号2绕到根号2,然后又变成这个方程的X平方。 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如果我要把它换一换,变成X平方会是怎么? 然后我这个捞过去,呃,X就会等于,呃,X就会等于8-Y平方。 所以如果我把它拉平,呃,拿平方的话呢,就要开完全平方,前平方64,减两个前称后16Y平方,再加后平方Y四次方。 OK。 啊,这个是右边的方程了。 啊,我们把它套进来先吧,套进来。 这边我们还可以动一个手脚,因为感觉上它好像是左右对,上下对称的,对吗? 两个方程其实都是上下对称的,啊,也,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Cutting Point呢,也是对称的。 所以应该,呃,它应该是0号根号2,然后呢,上下是对称,我直接乘2就行了。 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呃,呃,那个做法来讲呢, 啊,因为套0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你会看到呢,啊,数目就会容易了。 OK,所以这个是864,864,减去16,呃,Y平方加Y四次方,啊,如果没有记错。 OK,另外一个是左边的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左边的方程,左边的方程是这个,啊,就是这边左边嘛,啊,在这个位置它是在左边。 所以我这个拉过去的话,就会是Y平方加4等于X。 所以如果要X平方的话,它其实是Y的四次方,加上8Y,再加上446,对吧?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如果把那个数目,这个是要减的,对吧? 啊,减去Y的四次方,减去,多少?8Y,再减去46,啊,这个是DY。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跃掉的。对,呃,这个是平方,所以这里有平方,四次方。啊,对啊,然后,我们先整理一下哦,因为有好像有可以加起来的感觉。 。64减16呢,64减16呢,我们就可以得到48。啊,然后呢,这个减16减8好像是减24。啊,Y平方。 OK,所以呢,我们在啊,整理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我们的积分。 进行积分呢,这个48呢,就会得到48Y,减去24呢,这个会是Y立方。那他除以3的话呢,3824。啊,所以这边会得到8Y立方。 。所以放根号2进来,好,放根号2进来。 好,放根号2进来。 嗯,嗯,我看一下。 放根号2进来,这个是48根号2。 我根号2的立方就会得到2根号2,也就是说2乘8等于16根号2。 OK,so这边我只需要做这个48减16就可以了。 啊,也就是32再乘以2等于64。 所以是64根号2拍。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值。啊,64根号2拍。 呃,我们对一下答案哦,这个答案真是有点有够丑。 我们来看一下。 A OK 。 64根号2拍。 哦,完美。 啊,完美。 64根号2拍。 啊,这个是绕Y轴的时候啦。 所以只要记得你要绕Y轴,你就要用DY,你要绕X轴,你就要用DX。 然后呢,这个是算到4拍。 看到吗?4拍。 啊,4拍。 OK,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完整的解。 我说到这样子,我应该是看不太清楚啦。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整个,呃,一体如果他要你找两个东西。 那篇幅其实蛮大的。 哦,就是要。 哦,就是要。